這時候就要選什麼是項亮 項亮就要可能說 第一個我們先學表示 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表示它這個項亮 第一個 來看一下這個圖形法 表示法更簡單 我們通常是 以符號來表示號 通常就在這個符號上加一個箭頭 好你要表達 表示一個項亮 可以嗎 那我要提醒一下這個你要注意 這個 這是男生啊 女生比較常這樣 我之前有時候看到女生在洗完 覺得比較虧嗎 他會這樣洗 你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以為老師偷啦 明明這鏡頭看完只換一塊 這個就沒有花形 沒有你要小心 我們項亮真的是這樣洗 這不是項亮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射線 所以像女生的這個射線 要定義的 所以你要再明確一點 想再講這個項亮 該要這樣寫 好 那我們只要一個符號上面加一個 加一個這樣的符號 一個代號上面加一個這樣的符號 通常我們就表示它是一個項亮 可以嗎 好 那這時候就有幾種表示 一樣是這樣的一個代號 有時候我們就會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就用圖示法 那就是說我們表示我們就會用一個 有建頭的線段的表示 比如說這個A項亮 是這樣子 好 比如說有一個V項亮 舉例一下 好 好 那它有什麼意義咧 這個就滿重要的 第一個 它指的方向是有意義的 好 它箭頭的方向就是這個項亮的方向 好 那第二個咧 它的長度也有意義 好 比如說這個是三個單位長 好 那比如說 這是五個單位長 好 那長短就代表這個項亮 好 這很重要 好 除了線段來講 好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利用所謂圖解法 好 還是等下稍微有時候再說 耳力尾 有時候看我們會有所謂的公平 對邊解法 好 或者什麼三層可以就換 好 所以圖解法也是一種很重要的工具 好 但是有時候在電話上面會比較 比較不精準 好 所以通常我們還有幾種做法 好 那還有一種叫做做標法 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叫圖示法 好 那第二個咧叫做做標法 好 那我要提醒這個做標法 其實咧 透過這樣表示 就是 AX 好 A1 好 然後表示有 B相亮 就可以把它寫成 BX B1 好 那這邊如果我要補充的就是 這個所謂的做標法 其實是一個 並不勝正統的方式 以前 我再講個簡單概念 我們那個年代喔 你就會寫那個 做標法 其實我們老師是錯誤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年代通常會講 所謂的叫做 基底相亮表示法 我在相當一下喔 所以所謂的基底相亮表示法 其實是比較 正統的做法 因為稍後我們在處理一些 比較複雜的計算的時候 你真的要把它寫 所謂的基底相亮表示法 好 為了簡證 基底表示法 好 那基底相亮怎麼表示咧 只有 看起來其實一模一樣 但是你要能夠 做一些轉換 比方說 A相亮 以後你可能看到 比較正統寫 它是可以寫這樣 AXI 加上的 AY J 那這個 所謂的I J 這個就叫什麼 叫做基底相亮 好 簡單講 所謂的IJK 這邊有幾種寫法 你看你看 這個我 這個其實是 最常見的作法 最常見的寫法 那我們高中其實比較常見 它反而這樣寫 這個我是覺得 不是很好 但是在高中階段其實 一般比較多 看到這樣寫 好 那當然還有很多 像以後你在大學一些教科書 哪個作品這樣寫 XY Z 也可以 也有 就是 你看它習慣的寫法 甚至有些會寫成 X1 比如說再做一些 X1 X2 X3 也有 就是不同的座標 然後它這些東西還蠻典型 會看到 好 有時候有很多的作用 好 那簡單 這樣子跟這樣子 其實是 一樣的意思 只是 這樣子會稍微有正統一點 怎麼說的呢 你看我先示範一下 等於 XI 加上 BY J 這樣以後 我們在處理所有的 向量的四者運作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好處理 因為 我們這個強調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正教的基底 好 那正教基就是 他們跟基底是不相材質的 那他們在處理所有的時候 他們是互相努力的 好 所以你在做加寶的時候 怎麼加 很簡單 你就把I跟I加在一起 好 Z跟Z加在一起 好 K跟K加在一起 這樣做就好 好 所以其實基底向量法 還是比較正統的做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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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看一下它的 所謂的向量的合成 和分解的特性 好 好 那向量的合成與分解 好 這其實就是你們 你們在國中學過的 一些基本的概念 好 因為國中大概在處理 合理作用的時候 我們學過了 我告訴你一下 好 那通常兩個向量怎麼加呢 好 我現在要第一個 圖形來看吧 兩個向量的加 怎麼加 你們應該學過了 怎麼加 我們一般會利用什麼 平行 四邊形方 好 所以它加起來就得這個 有點像 好 那你國中還會分啊 還有一種叫做三角形方 就怎麼樣 好 我就直接把他提過了 好 頭也相接 好 然後再一次頭也相接這樣 那這其實一樣的東西 好 這個你還去 去訂做一個 訂一個名稱 其實就覺得沒有很必要 好 那你有這個 三 你有這個合成的概念 就是要它裡面把它分解 好 那你就要合成分解 其實你如果仔細去想 也發現它有無窮多種可能 好 比如說怎麼樣呢 以這個 以這個結果來講 以剛剛的這個結果來講 好 我今天一樣要得到 這一個相量 我可以這兩個相加 好 我事實上也可以怎麼樣 隨便畫 比如說可以得到這個相量 好 跟怎麼樣 跟這個相量 相加 能不能得到這個結果 也可以嗎 好 那我還有一個隨便畫 比如說也可以 好 比如說 這個相量 好 這個相量 加 這個相量 好 結果怎麼樣 你可以對到這個相向 好 所以我們在講相量的合成分解 理論上 你可以做 無窮多種 好 的分解跟合成 好 你合成當然就 你兩個合成當然是一種分 好 可是你有無窮多種可能 其實可以合成相同的結果 你反而去也猜測 無窮多種 好 所以這個就 就沒有太大利益 好 但是是的 我們通常稍後再準備說 我們會去做所謂的 好 分解的時候 其實有點大原則 因為你這樣外分的東西 其實 反而沒有太大防止 好 那我們通常就是 類似剛剛的這種 所謂的基底的獨立型 好 所以通常呢 我們會把它分解成怎麼樣 分解成 好 好 分解成不同的座標 好 不要說我這邊 我可以把座標 把座標 這邊有 去黑軸 跟歪軸 OK 好 那我已經 座標取出來之後 這時候我們通常會分解 我們就把它投影在座標上面 好 所以不太常見的 比如說像剛剛 隨便舉例 剛剛這個A向量 我們就可以把它投影下來 好 這樣投影下來 所以它就會 A分量 跟怎麼樣 AY分量 好 就剛剛這樣寫 好 你可以這樣寫 好 那B咧 以B相量而已 我可以把它分解 好 這時候 它剛好 我就假設它剛好 這全部都在上面 好 所以可以把它寫BX 跟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利用一些 好 我已經做得早就認得到這個結果 我等一下也可以利用相量的加碼跟減吧 相量加碼很簡單 就是AX把它加過來 好 比如說剛剛講AX把它加過來 好 把這一段加過來 好 所以它就等於AX加BX 就等於這一段 好 那AY加BY 因為BY等於0 所以這邊是BY 好 所以這時候 最後呢就可以得到這一個 好 所以最後呢 假設我們的A加B相量 說上面它就等一段 AX加BX OK 好 AY加BY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就能得到後人的一個相量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你可以任意的把它用圖示法 轉成座標法 或準座標法 就是 都是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結構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叫做 單位相量 的概念 當成單位相量的嚴重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示範 我們講那個 通常講那個 單位相量會加一個 好 比如說我們講A相量 那就是這樣 那我通常還有一個寫法 就是把它加一個碼 這個叫凱里 好 其實就是這樣 換一個 倒勾 當中用CAM 就是代碼 那A CAM 通常就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它是叫做單位的 好 單位相量概念 比如說它的方向是跟A指向 同一個方向 但它大小的我們把它叫做V 我們把它叫Normalize Normalize 把它 由早期翻證 什麼正折 然後V 就把它變成 大小變成一樣 好 所以這次比較常這樣 翻得很過一話 一樣 是不是 那說出來 你怎麼把它這樣變成一 我就把它的這個線量 處於怎麼樣 處於它本身的大小 就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有一個寫法 就是A CAM 結果等於到A相量 去處於怎麼樣 處於它的大小 那你要提起 外體一樣 這個不是絕對的 這兩條子幹 叫做什麼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鏈子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鏈子 所以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純量 這個其實有沒有要去啊 純量的時候 這兩條子 剛剛叫做鏈子 因為純量的時候它只有這個 所以把它加上去之後 就讓它強迫到那邊怎麼樣 變成正就好 可以嗎 但相量的時候知道起來 這個叫鏈子 那這鏈子怎麼做 知道嗎 它這個鏈子好處 我們這個鏈子 我們這個鏈子咧 我們就可以利用它的這個指角作用的特性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把我這個A的大小 其實就得到 這等於 你的分量怎麼樣 它告訴你指角三大型 所以可以怎麼樣 磁金平方強加怎麼樣 所以你要去這個大小 其實說起來簡單 就是怎麼樣 我要算它的大小就得到 AX平方 加AY平方 然後怎麼樣 就這樣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鏈子的大小 說出來簡單 就是把它的長度取出來 其實說出來就是 這個鏈子的長度 所以以後 你就要算這個 所謂的單位鏈子 你要把它的鏈子 處理到大小 就變成它的單位鏈子 那有時候 為什麼要做這個單位鏈子 以後會有過 以後不要說我要去取它的頭一個字 那取取投影子 所以你直接 通常我們等一下講 我們直接做內機 因為直接做內機之後 它得到的結果 其實不是它的 投影子 是兩位的 平息分量下的字 那我如果想要 比如說我要去取 B 在A方向的 投影子的話 我們其實就會去 對一個 A向量的單位鏈子 去做內機 這樣就得到 A方向的投影 這樣沒有 所以這個 你練習到我們再有